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个考古工作者 做了半个多世纪的纺织考古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纺织考古和他的团队 以及他这些年做的一部分工作 这个就是纺织考古的肇识者 沈从文先生 我有幸做了沈从文先生的助手 一直是从事纺织考古工作到现在 沈从文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文学家 他因为广泛的兴趣 他从30年代就特别注意 有关于他的家乡苗乡的各种工艺制作 而且在40年代他就写了很多 有关于纺织考古的论文 这就是纺织考古的第一个团队 中间的是沈从文先生夫妇 左边的是王旭先生 右边的是我 我当时是很偶然地揭示了沈从文先生 原来我是学美术的 搞设计 人家介绍他跟我去找一些资料 后来他就那时候正好是63年呢 总理把中国古代夫事研究的做一笔品书的任务交给沈从文先生 我揭示他的时候呢 他就自己一个人一边写一边画 但当时就是他的助手离开了他 众所知都是文化大革命中 那时候我无意中地在找我的资料的时候 我跟沈先生讲 我说我的业务不行 如果可能 我希望帮助您画图 沈先生当然特别高兴 说那你试一下 他就给了我一张人民画报上的图 让我摸 做这几个熊 这是西汉的 在河北三盘山出的精英措上的七个熊 这个熊呢 沈从文先生他研究了熊精 西汉滑驼五芹系 人模仿熊虎鹿 这些他们的仿生动作 土不纳心健身 当时这几个形象 它是在不到一寸的圆最大的 精英措的车室上 而且每一个一寸高的圆环 它是精英措 金 银 铜 和绿松石 蓝宝石 相限了三十个动物 这是我仿制考古的考试卷 沈先生说可以 因为我领会了他的意思 为什么做这个古代服饰研究呢 周总理说经常出访国外 到国外人家都给他看 他们历史博物馆 服装博物馆和蜡像馆 总理就一次宴会就在国内 就说中国这么丰厚的服饰文化 我们能不能先做一本旅品书 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齐远明 他就问他说谁在研究 正好沈从文先生 在这一年前打了个报告给齐部长 总理说那就交给他 1963年交给他我们这本书呢 《花表》这是香港商务运出馆 第一版那就是1981年 经过了漫长的岁 当然这里风风泼泼有很多事情 后来又出了日文版 这个呢大家都知道 1972年在长沙发掘的 马王堆汉木 是中国纺织考古科技发掘的里程碑式的大发掘 出了一大批2100多年前的中国的七八个颜色的绚丽的灵夺绸缎 还有非常精美的刺绣 这是最著名的速纱单衣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薄 这一件长衣服 领颜和绣缘 它是起绒颈 身子是速纱 这速纱轻薄到什么程度 四层落在一起 它可以独豹 就因为它的薄 它的精细 尤其它的重量是精细的 它两件 一件整件衣服 连至今延带衣服 48克 不到一两 另外一件是49克 所以当时就在世界上非常轰动 这边呢就是著名的马王堆汉木 它在棺材上面薄画 薄画分三个部分 上面是天上 这个是人间 中间那个是马王堆牧主人戴侯夫人 这个呢是1987年 陕西扶风法门寺 在那个发掘唐塔地宫的时候 发现了唐代 释迦牟尼四枚佛谷 和陪葬的一共就是一大批的唐代的四质精品 它虽然很残破 很遭求 很多绘画 但是它渐渐是精品 因为它代表了唐代的最高的纺织水准 这次完了我们就做的 因为它的这件衣服呢 捧真身菩萨供奉的五件 明衣 明衣就是小的 已经十五公分长 这个两个衣袖是唐代的典型服装半臂 它这上面是折织花 盘巾绣 盘巾或者平巾 但是这唐代它是封文砖上写着呢 它叫簇巾 这时候才是我们现在形容刺绣的平巾和圈巾 在唐代的名称是簇巾 现在也想起杜甫和李白的一些唐师 曾经形容说簇巾孔雀 银麒麟 当时讲簇巾是什么 簇巾孔雀是什么 才知道是用了盘巾绣的孔雀 它的这个面料 它是那个小花 菱纹小花螺 这个织料现在已经失传 我们经过几年研究就再等于复制了这五件 你看现在每一个折织花中间呢 都有一个那个小的红宝石 纺织品出土呢 因为它是有机制文物 它很难出土 一般出土的概念 一千个目不见得有一个有纺织品的 而且它从小环境 大环境是这个巨变得受不了 你比如就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当时就是人争先的 就是按级别的 你水利局的局长看了 我电力局都必须也得看 我们当时非常着急 这怎么办 对于文物保护非常不利 就这个 现在这件衣服 上面的红宝石一颗没有 因为一根丝线盯着 一干一下就崩了 你找都找不到 所以就是文物保护 这些里边有很多很多问题 就需要大家理解 第一个电视直播的考古现场 就是老山汉木 在2000年 这个是在那木坑里边 它当时就通知我 说别离开北京 说怕出丝织品 老山汉木一般在中院地区 由于地理 地质条件 它就是丝织品很难保存 半年干半年湿 一湿一干的有机制文物 纸张丝织品都保存不下来 当时看了几天以后 等于就说木是它的 我后来一看我不可能出了 但是就在这个树林那天 很晚打电话给我 我说赶快来 它两块棺材板 内棺和外棺的棺材板 中间偶然加了一块 在把内棺的棺罩 整个是个刺绣 棺材的外边是黑的 里边绣的是红漆 这都因为密闭 把那红漆都亲在这个绣纹上了 非常残破 最后已经输了几年的时间 等这最后拼合 现在这件的棺杖在首都博物馆在展览 1982年湖北京中马山楚木的发掘 也是当时沈从文先生在人民中国发了四版 题目就是说打开了战国的丝绸宝库 你看这个棺杖 那时候战国的丝织品只有残片 出了一整个棺杖 他们给我们老所长夏乃先生打电话 说请赶快来 希望能够整体地提取 这个当时是丝绸素的卷 前边这个档呢 这是一个琉璃珠 下边一个浴管 还有蚕丝现在前档的一装饰品 下葬的时候他撩上来了 撩上来了 而且这个红框里面呢 是一颗竹枝 打开锅板就放在棺材上面 当时一打呢 还是就跟新摘的是绿的 但是说一瞬间 就是很快吧 几分钟就看着它有绿 慢慢慢慢退色 最后变成了就跟焦黄 这等于就是我们看着竹子 好像瞬间它完成了它这一生 后来当时就说只有考古人才有这种眼符 不光这棺照 可贵的是就是一个棺 你看它是满的 它是九道袋子捆着 就是穿着所有的衣服和几层被子都在这 我们就拖到那个博物馆 把它献成体决 这个图呢 它是它第二号的被子上的图案 战国呢 它现在距今2350多年 它的图案呢14种绣花 没有一件跟一件的相同 我们在那个英国介绍这个牧的情况中 英国的那个研究者呢就给介绍 说是这中国2600多年 在比嘎所设计的 这个图像呢 两条龙相对 S形的一个龙 一个大龙 这边两个龙头 凤嘴 咸着龙的尾巴 龙好像在那扭曲挣扎 而且在这批文样里面 它所有的文样都是凤占上风 不是凤咬着龙尾 就是脚踩着龙 这可能跟古代图腾各方面都有关系 非常的漂亮 颜色 刚才一打 现场一打呢都非常敬讶 这是被子 尤其呢它有一件衣服 一般中式的服装 平面的剪裁缝起来就是衣服 但是它这个衣服里面 每一个 你看它这页下都夹着一块 这平面图都夹着一个方片 而且呢 这个衣着的每一个截片 都跟那衣服穿着功能有关系 我给科研处打了报告 我说想做一件复原 而且当时科研处给我的答复 就是说文物已经入库 科研报告出了 科研工作结束了 说你这个人兴趣不予支持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觉得就可能科研人员呢 人家说像气迷心一样 这事情怎么也放不下 没有经费 后来我们经过六年的时间 想尽一切办法 自己培训 就是说从各种工艺尤其锁绣 早期的中国那个就是跟锁链一样的绣 这种绣法呢 一两千年都一个工艺 但是一种绣的工艺能有这么长的艺术生命 就是说它后来就是它实用 耐洗耐磨 你看这个衣服它的领子 领子上面还附着一块 就是刺绣的一个领子 可是在我们实际说在复原的时候 制造根本不可能完成 领子大家看这个方块呢 你看它这个 这是一个余驾马车 这是车厢 车轮 前面奔马 而这个两个人 穿蓝衣服这个是御守 赶车的 黄衣服正在搭弓射箭 后边呢还挂 插着那惊奇 这在这 前面这个菱形里边呢 你看一个大兽 重箭倒地在海仔回头张望 这边奔跑一个路 下边这个几何菱形里边呢 是一个人拧着身子 右手持个长剑 左手拿这个盾牌 跟那个老虎在拼搏 在前一个菱形里边呢 一个人跪在地下 右手拿着匕首跟豹子在搏动 旁边还傍着一条小裂口 它在这个6.8公分宽 17公分长的那一单位 就摆在古代贵族的上林园 就是搏虎豹狩猎的场景 所以说这是狩猎文件 可实际上在我们做的时候呢 因为这可能看不太清 它不是说一上一下 它每一个箭就跟小珠子一样 它怎么出这个结构呢 它是每一个都在那镜线上再绕一圈 这么绕 围着那镜线绕一圈 后来当时云井研究所想织 但是说那梭子你再小 在那这么细的线上 几下就给断了 我这么想的就是我们 已经有这么高的成就 不会这么 我又说是不是很秀的 而且所有先织出了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深咖啡色的地子 按着那一将图数着布丝 一个一个给绣出来 结果这件衣服呢 就是说这顶子 就是一共一米五长的这个副领 这个是一个绣工 要绣了七个多月 当时沈先生就讲说 那时候讲说古代帝王奢靡 怎么怎么怎么 用了很多形容词 他说你不如就举这么一个例子 这么一个就这么费功费实 这个当时我们称了一下 当时就是它的一克重量 按最低的工算比一克黄金还贵 另外一个木 就是新疆民凤尼亚 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一个汉木群 这个就是因为以前的丝绸之路的图路 新疆人提起就是一个井的覆面 就是盖在死人中间都是一个破洞 发现这木群以后 这是中日联合考古队做的 结果文物局呢 就派专家组去 完了临时就说我主持下来主持这发掘 这是尼亚的沙漠里边的现场 现场呢 当然那时候不管是斯坦遗印他们都到过 但是说为什么没有发现 因为大沙漠里边大风暴只要刮一次 它地形地妙整个都变了 这是可能在一次大风暴以后 把这个木暴露出来了 那一共八个木 这是三号木 三号木你们看这个 这是两个头 这是一看古包上 是夫妻合葬木 提取之前就在这两边很多 现在还有就是褐色的一堆 当时仔细一看呢 我立刻都起一身鸡皮疙瘩 都是蛆虫的咖啡色的壳 脱脱的皮 结果在清了以后呢 就是说上面呢 是它每一个每一幕 你看这儿一幕叉子 一树叉子叉子 这个牧主人还就是他生前他带的东西 他喜欢的东西随葬都在叉子上挂着 这也是一种藏俗 他深深盖这个锦被 它这个是文字锦 东汉的时候其实有个习俗 就是重大的事件 它都要织一个文字锦来纪念 大部分都是动物文锦 这个呢 就是可以看就是文字锦 是王侯和婚千秋万代一子孙 这可能就是当时这是古今绝国 这是第几代国王咱们不知道 但是我主持的是第一个 摆那木满衣 就从外脱到里 几层都脱下来 当然这是主要一个方法问题 当然就是摆两个狮身一分为二 等于说是各方松动翻过来翻过去 这个当时日很长 但是还是得到了一批非常好的东西 中漢时期的织锦 这是八号幕 大家都知道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当时在我们认为 哎呀 说什么 因为这五星就跟咱们国旗的五星 说中国 那时候就知道了 可是实际上后来因为查史料 那时候以古代的天象 可能是金木学后 五星奇迹东方的时候 是几百年是多少年 我现在记不清了 才出现那名天象 这是那一出现天象的 就为了纪念天文 出了这么一个文字集 下边谈谈江西干州慈云寺塔 这是慈云寺塔 这等于说在清末 它一次天火 就雷火把它外边的木炎啊 灰廊啊 都给烧掉了 这等于74年就在想修复的时候 修复的时候 在塔身的第四层 内壁第四层 搭脚手架 砖筒活动了 发现了这么一个暗刊 一般超出地面的这种 叫天宫 在这天宫 它里边埋藏的所有的东西 取出来以后 都是脱泡烂烂 很碎 后来完了 现在就研究 就想说可能这是 宗教的这些圣物嘛 人家非常重视 而且宋代那时候佛教也很兴盛 但等于这些不能随便丢弃 可能各种 它这里有各种佛造像 泥索的 木雕的 还有就瓷子铜的 还有很多就是这个 经卷和那个画的痕迹 它可能就集中在一起 在修复塔上 这也是历史记载也是个舍利塔 就都埋藏在这个天宫里边了 当时很多人就面对这些都没办法 后来国家文物区派我去 说看看怎么办 我就觉得也都头疼 你看这就说是 给送到我这来的时候 看完以后做方案来 都是这种情况 说怎么办呢 后来我当时就说觉得 你不管怎么它到底是什么 咱也得拣选也得看 也得给它处理 我就觉得按照考古分形分式分类法 就等于说是拣选一堆一堆的 色彩相近地放一起 卷本地和纸本地分在一起 逐渐地就做了 这个工作做了很久 这最后做完以后呢 大家的结果是非常想不到的 这么多残碎的纸片片 里边拼出了三十多幅 北宋初的供养画 他这写 他纪念大中祥父七年 这是北宋初的 而且这幅画修理的过程中呢 北大的苏白教授去看了 因为他是研究宗教方面 这个很权威的专家 苏先生一边看一边也摇头 看不懂 看不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北宋这时候形象的东西 我们传逝非常少 这个是齐章一张供养画 你看它是像北斗七星 这旁边有一个小卫星 这下边等于说七星半月 还有这个七个女仙 七个女仙 它这不是有一个小卫星 你看这个还来一个小星光 这是那个贡庄 其实这些东西呢非常有意思 下边你看 这是一幅画 他这个女像 其中的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人 他这个官的形式 另外完了 你看对着他身上的刺青 过去只知道对犯人刺面 但是这个在好多账号里面都有一个习俗 而且从这时候确实是北宋的 每个闲的人都两个手抄在一起 叫抄手示尽 而且最有意思 他们干嘛呢 在洗钱 所以这批可能今年下半年就要出来 当时苏白先生就讲 说这批东西太重要了 不要 就是让任何专家先附上文 说你除了按照顺其编号 就定名也都没定 说这样公布材料 让所有的 对因为涉及的各种领域 让大家进行中国研究 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江西静安 李周奥东周一个大墓 这个大墓非常特别 而且这个墓的提取呢 它是提到了最早的一批中国的丝制品 这个形式特出呢 就是一个树穴木坑里面 它47个棺材 这个每一个棺材排列 就是它因为都是圆的 但是当下手都插不进去 外边没有任何赔偿品都在棺内 打开棺内呢 因为纺织品呢 因为它对于紫外线 对于风沙都很忌讳 这是我们在墓旁边借了一个 就是当时非常大的莲库 做了清洁 用石坛的历史空调 把这整个的空调温度降到 就是说摄氏16到18度 再进行清理 这是第六号棺 它虽然密封很严 但是它有非常多的泥沙 最大的那个沙粒有绿豆那么大 再小的小米那么大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的防制品 泡的这么2000多年呢 它非常非常糟 手一柱就毁 实际上这么多年呢 它把就是 纺织的分子之间连接的那些件都融掉了 所以就是做起来 这是我四十多年做的最难做的一个木 它有两个庄葬的形式 一个是把那尸体穿好以后 用竹席包裹放棺材里头 另外一个就是用那个 丝织品放孔纱给包裹放 六号棺呢 最后铲除了感觉是那个丝织品的东西 当时现场呢 因为它太不能拿走 现场用的做那个大棚子的塑料布 围了这么一个水池子 它那直接倒水就全都冲散了 通过这海绵把水慢慢地渗进去 不能直接给洗 都拿手拍着水 拍这个水呢 就像那个超生坡似的给它一种 摆的泥地挡出来 一直就在现场呢 就是换了六七十次的水 这才水清 清了以后呢 出了一个颜色 而且你看中间的拼缝吧 它是四斧拼的一个果实布 每一个它普遍都在 完了又撩的针角 拼合的针角也都在 所以就是这是这么多年纺织品的 就是在棺内得到的最大的一件东西 当时当然得到的也很不容易 就是现场非常困难的 这块呢也是出在第六号棺 当时粘在棺壁上 黑红呢我以为是七片 因为以前这群棺也有出过 完了我用手一注那个珠沙的地方 就那个红的地方画了 我这一欺骗不可能画 后来我说可了不得了 用比较高位的放大镜一看 它有织纹 而且彩色的几何纹呢 我说可了不得了 发现最早的置锦了 鼠密度 我所有的学生 博士 硕士都上去了 完了最保守的数字 一般的纺织品的凉度 就是说一平方公分 有多少根净线 多少尾线 这是它的凉度 而且这个呢特别让人惊喜 它每公分呢 最保守的有240条净线 也就是说一毫米就要24根 当时我那个央视记者问我 说王老师你有什么感觉 我说我感觉进不如稀 说说完了以后我就愣 这是二套啊 我说这不长麻烦吗 结果后来我就跟他讲我为什么 我现在一般讲的一个纺织品呢 好比说一百枝杀就是很密的了 我想这240根现在枝不了 而且它是净线起花的就叫净锦 而且在这个现在净锦的枝基已经没有了 这是钉桥枝基 现在有钉桥枝基 一般的大家概念上就是枝布基 两个踏板一上一下 它这这么多条 而且你看中间呢 它的每一个踏杆上它钉出一柱 这种再踩的时候呢 它因为这么乱 它拿脚等于跳踏 所以首先我们摆这只基 经过试制研究 而且这个呢原来也是 也是上海的一个世界女士 支持了我们五年 把那个做出来 做出来以后 这是我们后来经过几年吧 就把这个三种织锦都做出来了 这个呢就是那个狩猎文锦 它就是说是一个有猎犬 你看这个 比如看它虽然这么大 但是它非常薄 薄得完就跟那个透明的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呢就是隋葬 这是那个棺材里的每一个都有隋葬品 隋葬品呢它都是一个竹丝 它是方的有圆的 葬的都是特别精细的工具 当时这47个人呢 就是吉林大学的朱宏教授 体制人类学家呢 现场测定 它的人骨呢 就从测定都是女性 从15岁到25岁 后来就说我们估计 这可能就跟兵马俑一样是个隋葬的 这可能是旁边肯定还有大墓 当然现在还在去探查 它可能就是说是那个隋葬那个纺织工坊 因为呢就这么多人 有很多有头发 就随便呢一扎有把带绑着 没有一个件首饰 可见这些人身份不高 绝对不会像说这么一群妻妾 但是他们身上穿的 这些都是他们身上穿的衣服 就因为他们是织女 所以可以自己在这个奢侈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 现在的仿制靠部队的群像 我简单地就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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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